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的不容易表示他真的非常的会理财 哈喽 姓柔 哈喽 大家好 很开心又来了 为什么要考这么多证照 我其实是在学习里面发现了乐趣 然后其实我在考COP证照的时候 其实我还蛮开心的 虽然他大概上课上了快 我们快一年 快一年 然后他的学费大概要十万块钱 但是因为我后来在上课的时候 才会发现说 原来这个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会遇到的事情 像是劳保 健保 就是可能以前客户他就会 他就会跟我说 他的那个劳保只能领一次金 然后就是企业不发给他 然后我就以前就没办法可以直接回复给客户 然后现在一听就知道说 阿伯 你说不对 那个企业没办法发给你 那个是企业提拨的6% 或者是劳基法的6% 对 但是如果你讲政府的 政府的他又是劳保的部分 所以其实我觉得读书 那个证照是为了让我可以去更清楚知道说 客户他讲的那个逻辑观念到底对不对 那因为其实客户他会很容易在 电视报章媒体上面看到一个点 然后就无限的扩大 无限的恐慌 那他就会跑来问我 那以前就觉得 原来是这样吗 就是你还是会有个问号 那你又发现说 可能同事他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旁边的没办法解决 那我们就自己去找答案啊 那我就去接触到那个CLP的这个执照 那因为他的执照 他是国际证照 但是因为他是 把台湾的法令全部放进去 所以他像劳保健保民法 为什么要读民法 其实他跟我们的继承 继承有关系 像夫妻差二请求犬 你的遗嘱 然后你看张荣发这一次的事件 对 那其实他 其实他就是跑到遗嘱 还有特留份的部分 张荣发事件 你可以再相述一下吗 张荣发的事件是 因为他写了遗嘱嘛 然后写了遗嘱之后 现在本来他们是讲说 就是这个遗嘱是无效 因为他们的大儿子那边的论述 是觉得 我爸爸在写遗嘱的时候 我可能就是失去了意识 所以其实他们是可以去宣判说 这个当事人 就是张荣发他在写遗嘱的时候 他就没有意思了 对 所以他有可能被挟破 对 那可是因为在 在二审的时候 现在已经确定了嘛 他二审的时候 他其实他有提到说 他们 因为我记得是张国伟 他们那边有提出论述说 其实爸爸在写的时候 他是精神状况都很OK 然后他还有见证人 然后看到爸爸写 所以其实为什么 到后来二审他会判张国伟 这个遗嘱是有效的 对 对 所以其实他会变成是 你会发现哦 我们生活上面会遇到的事情 其实就是我在考那个CLP 就是会 会要考试的内容 然后你就会 我就会觉得 哇 这好有趣哦 因为这考试的内容 就是我平常都会遇到的 那只是说 可能更多的老师 跟更多的实物经验的 的同学前辈啊 我们就会一起做研讨 那后来发现考完之后 考完很厉害吗 也还好 其实我觉得要厉害的 就是怎么样把它用出来 对 所以其实我后来 是觉得分几个阶段 就是怎么样去把它用在 那就是解决客户的问题 这个才是 我才是觉得这个证照 最有效的 对 所以你一开始是 因为有很多的客户会问你 然后这些问题 然后你想要把它搞清楚 帮他们找到答案这样 对 那但是对你自己来讲 应该也很有用处这样 对 我觉得是自我价值的部分啦 因为其实等于说 客户他找我 他就不会只有单一个问题点 对 他可能会有什么 但我们也没有办法 就是你每个部分都很细 但是我觉得至少 你前面要知道客户在 他在care的部分是什么 然后他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那我可能 我可能背后 我可能就找代书啊 会计师啊 然后或者是就是 土地专家之类的 可以去协助客户 去解决他的问题 对 好 那所以呢 CFP他是一个国际认证的 那你另外还有一个是 高龄金融规划顾问师 对 高龄这个应该也是近年来 才有的这个证照吧 还是早就有 对对对 隆轩非常的聪明 因为这个是三年前 政府因应信托2.0 跟长照2.0 才开始希望说 可能会希望有更多的 金融从业人员 可以去服务高龄的 这些民众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听到 高龄金融剥削 就是因为长者 他可能 他可能反应比较慢 然后可能比较缺乏 人家关怀 那是不是有些诈骗集团 他就会特别的盯住老人家 就是像类似单身的 对 那尤其是像 之前会有社会案件 像农民老伯伯啊 对 对 然后他可能一个人 然后有人就是 故意要去接近他 然后把他的钱全部骗走 蛮多的 听说就退休人士是诈骗案 好像是这个年龄的是最多的 对 尤其如果你又是单身 那其实我后来发现啊 如果是单身的男生 又更容易被诈骗 因为我现在发现女生 他会自己 他会自己很外向的去 去找乐子 然后你 因为女生比较容易 跟朋友聊天嘛 所以其实你情绪就会出发 然后你就会听说 哦 谁被诈骗 然后什么 我要留意 那男生我觉得 就是他 我觉得他们比较轻啊 所以他们就会想说 哦 不好意思 这跟人家讲太丢脸了 然后其实越轻 你就会越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就不了解这些资讯 对对对 我其实记得还有一次 印象很深刻 我有一次在 因为我家在南部 然后有一次我就在家里 然后突然我爸就接到一通电话 然后呢 他那个人就叫我爸要汇款 然后我就这样看着我爸 然后我就跟我爸说 嗯 这听起来有点像诈骗 然后我爸就很凶 跟我说 哪是 这不是诈骗 我 我等一下就要去外卦 好险你在旁边 然后我就这样看着我爸说 哦 好 然后就电话挂掉 然后我就跟我爸说 那你要不要求证一下 嗯嗯 在回 回过去打电话求证吗 对对对 打他刚才的那通电话 对 你其实就他 假设他是 哪一家银行来的 你就不要打他 给你的那个电话 我最近有接到诈骗简讯啊 就是他就跟我说 哎我的汽车的那个燃料税没有交 2880块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 汽车燃料税 那为什么是 他叫我连结那个网址 我当下第一个反应 我就是先进政府的官网 然后去打我的车号 那你很聪明耶 因为通常这个 人家已经给你网址 通常下意识就是 直接按那个网址进去了 对对对 因为他就是 我觉得诈骗集团 比我们还要认真 因为人家都把连结给你 对 多方便啊 好便宜喔 是是是 但是但是我 因为我们可能被 有被训练 因为 因为你连结进去一定就是 他想要给你看什么 就是什么啊 对 对啊 所以我 我其实我现在会比较习惯会 我会先去找第三方的 然后 然后我我就是直接Google 因为就是我就打燃料税嘛 政府燃料税 然后我就打我的车号进去 嗯 还没到耶 哦 诈骗 诈骗 对 然后我就把它贴在脸书上面 然后后来我贴完脸书之后发现 诶 有朋友有回应耶 他就说 我也有收到耶 刚好缴税的季节 我真的觉得 这个也是可以跟大家做到一个提醒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就是大家会收到很多的讯息 我现在有好多朋友就跟我说 诶 我现在我跟你说 就是我们现在不认识的电话都不接 没有显示的电话也不接 对对 因为其实现在诈骗真的太多 嗯 所以呢 呃 你就考了这个高龄金融规划的这个顾问师 那呃 所以你们要主动去开发呃 这些高龄有需要做呃 财务规划的人 应该是说 应该是说呃 我们认识的朋友慢慢的也都 也都变长者 对所以这个执照其实是因为 今年2023年嘛 嗯 再过两年 2025年就会呃 台湾人口结构大概有20%以上 有25%以上的65岁老年化人口 嗯好像说什么好像三个人就有一个是老人家是不是 嗯 20%大概就是我们五个人 我们五个人坐在一起 对有一个就是65岁以上的长者 那65岁以上其实就是劳保定一个退休年纪嘛 嗯哼 对所以你就去想说哦 他我们有20%以上都是长者 那可以可以付劳保费的人就变少了 嗯 对那其实这些长者他需要他有可能积累了一身的薪水 那他他的钱他要怎么样去做规划让他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平均平均一命大概到80嘛 嗯 65岁到80中间大概还有80-65 大概还有15年 对那你要去想我从以前面赚的钱 然后我从65岁开始没有工作 我这一堆钱我没有办法活到85岁 嗯哼 对我可能诶突然哪里又生病了 又怎么样了这样子 嗯 然后我要怎么样把它是很平均的做一些规划这样 对 哦那诶 可是我好奇咯 嗯 因为像是退休 你领退休金的方式有两种嘛 一次就说一次领对不对 嗯 然后一次领你55岁退休 你工作25年以上你可以一次领 那你也可以65岁以上之后呢 你分每个月固定领这样 活到几岁领到几岁 那刚才讲的这个65岁他可能每个月其实都已经有固定的薪水 他就是拿这个退休金生活就好了 干嘛还要规划 嗯 为什么还要规划 因为其实我们的劳保 其实劳保会有个议题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 新闻媒体一直在报啦 劳保可能会破产 对 对那他破产的原因 因为其实劳保走的是谁收谁付制啊 所谓的谁收谁付制就是我现在有人缴保费嘛 然后我我其实就是付给那些需要需要用老保 老年给付的人 对那因为现在目前都没有问题是因为 我们都还在缴啊 你跟我都还在缴这个保费 所以那些65岁以上都还可以用 对对他们都还可以很安心的去缴钱 但是啊因为随着人口结构的改变 缴的人越越少了 那我们以后也会变老啊 那我们变老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变成加入他们的行列 我们要开始领钱了 但是钱没有那么多 所以呃他会变成什么样的结果 就是你说要破产 我觉得那个是比较比较夸张 夸张一点 但是我觉得他最有可能发生的 呃结构应该是 我我可能把我的投保薪资 其实我们现在是 就是我是抓五年最高薪 投保薪资 我可能把五年拉成十年 对然后我把所的替代率 现在是一点一点55%嘛 我可能把所的替代率再下降 那搭领的钱就会再变少一点点 对所以他会变成啊 因为我们退休金的结构 大概就分三块嘛 第一块就是政府给的 第二块就是企业给的 那政府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劳保劳保给付的部分 那企业给的呢 就是劳基法跟劳退薪资 对就是呃现在我们是不是 如果你走薪资的话 企业是不是每个月会照你 健保的投保薪资提拨6% 对那如果你愿意再自己多提6% 对那多提那6% 他也会跑到你的薪资的那一个 独立账户里面去 然后最后一块就是自己 自己准备的 对那因为有一些人他会觉得 诶可能政府那一块会减少 企业那一块他其实企业那一块 可能他会因为他是独立的 所以他其实是是是比较稳定的 对那其实这两块加起来可能 有些人可能觉得说诶这可能还是 没有办法要求我想要的生活品质 虽然他就会自己再多准备 然后还有这一个族群的高龄的顾客 他们有一个特质啊 你会发现老人家其实他们都比较神 他们很努力赚钱 所以他们其实会很容易存有很多金 他跟年轻人不一样 对不对现在年轻人是 哦我有两万我要花三万 因为我要买名牌包 是累的 对对对或者 或者是说诶我可能去投资比特币什么之类 就是我身上比较不会留钱 但以前的老人家我觉得是有苦过来 所以他们就会想说 哦我现在就是要留钱留钱留钱 因为我想要给我的小孩 对那他们就去 他们会面临到的问题就是 诶或者是我今天可能我就开公司 我赚到钱了 那我这些钱啊 是不是就有可能遇到 诶是不是儿子大儿子对我比较好 小儿子呢不乖 他拿了我就是很多钱已经去拜光了 那我的钱我只想要留给大儿子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在 还有还有意识还有控制权的时候 你到底要怎么样把你的钱 去给你想要给的小孩 对这个其实就是在高龄金融规划里面 比较比较着重的议题啦 所以我们其实也一直跟就是长辈讲说 对这个是你辛苦赚的钱 我们我们其实是把钱用在我们身上 所以你看像最近新闻不是有一个那个台中的阿嬷 他把房子过户给他孙子 然后后来那个孙子没有钱啊 把那个孙子要把房子卖掉 阿嬷生气 阿嬷说这我的房子你怎么可以卖掉 他就他就在他们家的门口 然后呢就拉个椅子 他说这我的房子不能卖 但是他有个前提啦 就是其实我觉得做任何的规划跟 就是都要合法合规 但因为阿嬷已经把房子过户给孙子 阿孙子现在需要用钱 所以孙子要把房子卖掉 所以与法的话 其实孙子是占比较上 孙子是OK的 对对对对 但但因为因为其实阿嬷 阿嬷只是觉得说 我就是不能 就是你不能把我的房子卖掉 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人性啊 对所以当你 当我觉得我们要有个心理准备 当你房子过户了之后 你就不要想说 你在你希望所有权人 怎么去对待你之前的财产 你就是要好好的放开 那如果你真的放不开 我真的还是会建议 你就留在你名下好了 对这样你真的会比较开心 也比较安心这样子 然后如果呢 有一个专业的规划师 管理师 然后来辅助你 帮助你的话 可能你会想得更理性 更清楚这样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顾问他其实 顾问不是告诉你说什么商品好 他是可以让你去知道说 如果你这样做会面临到什么风险 如果你不要这样做的话 会面临到什么样的风险 那其实因为 但其实主导权 决定权还是在自己本身 对对 但因为我们可能见过比较多的案例 对 你有就是怎么样帮人家规划吗 有没有一个特别的案子 我最近的案子大概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企业家 然后他因为他大概七十几岁了 对那因为他的房子大概有 大概有五间吧 对那其他我最近在帮他处理的就是 就是我如果这五间房子 我有哪几间是要留着自己收房租 然后就是让我的养老可以用 然后有哪几间呢 是要给大儿子 然后让大儿子 那大儿子呢 我们就开始算说 我要走镇宇还是要走继承 因为其实镇宇跟继承 他的效果会不一样 因为如果你走继承 因为继承其实税金会少很多 可是继承后面会面临到一个问题是 他如果在卖的时候 那个房地合一税 因为他的成本很低嘛 他的房地合一税可能就会很高 对因为如果我们 我们继承的时候 其实走的是房屋的公告限制 对但因为你房地合一 你可能卖掉的是市价 所以他中间的税金就会缴比较大 所以我们就会要去试算那一个税金 然后去让客户选说 他自己先知道说 我如果走了这个方式之后 我的税金会缴多少 那我如果可以接受这样的 或者是说我也不见得会卖 他可能就会一辈子一直持有 那他可能就不会有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对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一直上课的原因 因为因为他的法条会一直的做修正 对然后我也是因为这个 其实就是都也还是会去进修上 然后那时候我们老师还很可爱 他跟我说 你做这一张ESA表格可以收六千 我说什么 是说帮人家做吧 对对对 就是就是客户有问题 那因为其实因为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服务的都是还是自己的客户 对我们我们就会就是想说 也不用到什么都需要收钱 对但是因为在独立财务顾问的逻辑里面 他会觉得专业就是有价 对对就是说我之前是帮你做别的服务 我现在帮你做另外一个新的服务 其实这个就是运用到我的专业跟时间 那对就是有价 对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生活是很多样态的 对但当你没有什么都为了要赚钱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很有趣 哇 对 那认识你很好 那我想再请教一个 就是说因为还听说有一种叫退休基金管理师 是 这个听起来退休基金跟高龄金融 啊不是一样吗 嗯对其实是 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 然后只是说 因为他其实是不同的协会办的啦 那其实我觉得 呃这个 这些协会都很好 因为高龄金融规划师是信托协会 那退休基金规划师 他其实是退休基金协会 那他们其实都有一个用意啦 就是他想要希望我们去当种子老师 然后可以去推广呃如果民众呃我今天要 其实我相信很多人不了解说 我六十五岁退休的时候 我到底可以有多少钱 对那他希望说 呃我们其实是可以去做推广 那可能协会那边可能有一些人 他可能会需要来协会登记 呃我们的社团啊 或是我们的公司想要了解这一块 那你们可不可以派个中子讲师来跟我们讲 呃可能政府的退休基金的制度 那因为你越清楚知道退休后要多少钱 你就会越知道我现在要不要花钱 或是我现在要准备存多少钱 嗯 对其实我我觉得这个是呃 这几年我一直在思索说 呃人家为什么会跟你讲你要订目标 嗯 对因为我觉得财务财务规划也是这样 因为财务规划如果你没有订目标啊 你就会突然看到 呃我户头一百万呢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花二十万来去欧洲玩一下 哎这是蛮有可能的 对因为尤其很多人会想说啊生命短短这样子 嗯 活在当下 我要活在当下就赶快把它花完 对那其实你说这样对或不对 呃也没有所谓的对错 只是在于说你会想过你花完就没有了 嗯 那万一你不小心 你活到六十五岁 甚至其实更多像你讲平均八十岁 对你活到八十岁那那你你的那个二十万你没如果二十万你没有花掉 然后放在放在可以复利滚存的地方有可能你的时间效果四十年后二十万有没有有没有可能滚到一百两百三百 但这个前提是在于说你会你会要先意识到说哦我退休我要多少钱我退休可能算一算 呃因为其实这又要先提到说哎你退休要过什么生活 嗯嗯你要在你要住在新北市还是你要去住在乡下 嗯那你要你要去退休后你要去爬爬山或者是或者是你退休后要去学东西 对所以我其实最我最近最常跟朋友讲的讲的一句话是 哎我的朋友齁 Range是三岁到八十八岁 哈哈哈哈 你知道为什么是三岁开始吗 嗯 好为什么 因为三岁前他不会讲话 我没有办法跟他当朋友 他三岁我就可以开始跟他对话了 对然后八十八岁是因为有很多长者他会告诉我们说 哎他现在退休可能要花多少钱 嗯然后他以前可能做什么规划 然后他可以就是现在可以可以比较无语的去过生活 然后甚至有一些人就说哎其实也不见得一定要花很多钱啊 因为他有可能就是去爬爬山啊 很简单的生活 对对对对对 但是其实这一些都取决你做什么事情你会开心 嗯嗯对因为如果假设你一定要买名牌逛百货公司 哦不好意思就是你可能钱就要准备多一点点 嗯对可是如果你就是爬爬山啊 然后你跟朋友聊聊天就很开心 你就不见得要准备那么多钱 嗯对那你有了这个目标之后 我们才可以回推说哎那我现在可以 因为其实你现在花的钱啊 就是呃在花你未来要用的钱 哦哎这这句好像蛮有名的 现在你正在花的钱就是未来要用的钱 如果你现在花少一点你未来就可以更富于 过得更富足一点 对对就是就是如果你因为我们除非你要一直工作啦 嗯或者是就是你本来你就是你在工作期间 你就有创造被动式的收入那当然就没有问题 对但是如果你都没有做这些事情的话 你是不是就要想说哎你如果现在不存一点 以后你没工作的时候话 那以后谁要养你 对我觉得啊就是说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提早做好准备 好提早做好规划是不只是自己安心 将来你老了之后让你的儿孙也是可以很放心这样 好我其实觉得啊就说呃不只是在报税的季节 大家开始好提醒到开始思考到说呢 财务管理的重要 其实财务管理我觉得呃平常大家就要注意了 尤其近年来又受到这个通货膨胀的影响 我们说呢哎怎么搞的万物起涨 物价都上涨了薪水却没有涨 就我们的钱呢哎怎么变小了 所以怎么样可以呃呃省之有道 然后呢怎么样花钱 然后什么是你想要的跟你需要的 这些的确真的是值得大家好好的思考 那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就说 哎怎么样提前做高龄跟退休的这个呃生活 或者理财的这个规划哦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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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但提早规划这件事情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重要 对那当然是你现在 以你现在的工作收入里面 去养成良好的习惯 然后让你可以去 先帮你把未来的前线 慢慢的累积下来 对然后找到你身边 你值得信任的顾问 对然后去跟他聊一聊 然后请他画 就是帮你去描述一下 你未来的退休生活样态 对我相信每个人 应该都会有一个 很棒的退休生活 祝福大家谢谢 谢谢谢谢杏柔 我也学到了 养成良好习惯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